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见见他日思夜想的亲人 由于王勋第一次来北京 对北京的道路不太了解 便向在广场执行的公安民警询问 毛主席住在什么地方 民警经常遇到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这样提问 见他是还是个解放军 便还热情地给王勋解释 毛主席工作居住的地方叫中南海 就在天安门边上 王勋又问了中南海的方向 便谢过了公安民警向中南海大门走去 他来到中南海门前见到站岗执行卫兵 王勋赶忙掏出证件地上前去 并表示他是来看毛主席的 这可把警卫吓了一跳 警卫心想中南海哪能随便出入 何况也没接到命令有人来访 但警卫暂时还是马上打电话 向上级做了汇报 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穿着普通的中年干部 竟被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接了进去 王勋与毛主席到底有何关系 这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延安分手从未见新中国成立 在相逢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央准备将毛主席安排在故宫居住 毛主席坚决反对 他说我不是来当皇帝 我们是人民公仆 为什么要住紫禁城 故宫是人民的 应该还给人民 因此 毛主席的办公地方就设在了中南海 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 王勋坐着警卫员的军用吉普车 一路开向菊香书屋 下车后他随警卫员刚进院子 就见毛主席高大的身影从屋中迎了出来 自从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 王勋与毛主席在延安分开后 再未见过面 此时此刻 王勋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连忙跑上前去 一把握住毛主席的大手 一边操着湖南家乡口音连声喊着主席 三哥 毛主席是湖南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儿子 小明三雅子 王勋就是他的堂弟毛泽权 毛泽权从小就崇拜比他大16岁的三哥 喜欢三哥教他识字 给他讲大山外边的故事 一次三哥回乡养病 实际上是发动农会点燃革命火种 毛泽权每天跟着三哥去农会听讲课 也正是在那时了解到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什么叫翻身农奴做主人 小小的革命火种也在他的心中点燃 长大后的他也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跟着部队走南闯北 与毛主席分别了多年 至今才又重逢 毛主席特地让厨房做了几样湖南家乡饭菜 豆豉炒辣椒加上粗米饭配上碗南瓜汤 看到南瓜汤不由得让他们想起了 在陕北延安革命老区的艰苦时期 于是 俩人唱起了记忆犹新的红军歌曲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 呦黑落黑 哇野菜那个野当 粮油黑落黑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呀 那么黑落黑 餐餐味道香那么黑落黑 两个湖南口音的腔调 逗得警卫员直笑 兄弟二人边吃边聊 毛主席问王勋娶了媳妇没有 王勋忙答 不但娶了媳妇还有了孩子 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地说 孩子好 他们是中国的未来 是革命的接班人 亲人相见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 可王勋知道毛主席工作很忙 便起身告辞 说有机会再来探望 并约定了互相通信 人逢喜事精神爽 王勋回到江苏 先回部队交代了工作 然后立即飞奔回家 因为 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想把北京的事情 立即与妻子徐继平分享 听他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是多么的宏伟壮观 到处都是红旗 红花 红领巾 徐继平露出羡慕向往的神情 可当王勋说到他还进了中南海 见到了毛主席时 徐继平简直不敢相信 可看到丈夫讲的眉飞色舞神情激动 又不由得不幸 他连忙给王勋倒了一杯水 让他稳稳神 慢慢说清楚 王勋这才把自己的身世向妻子表明 我原来的名字叫毛泽泉 是毛主席的堂弟 当初是因为受到堂兄的影响 所以走出韶山冲 去岩 班参加了革命 因为战争的残酷 我不得不隐姓埋名 这么多年 也没有对你讲过实情 是为了工作需要 也是对你和孩子的保护 妻子徐继平也是军人出身 知道部队纪律严明 对毛泽泉隐藏绅士的情节 表示理解 但依旧对这一实情感到震惊 夫妻俩在那天晚上 说了很多有关北京 有关天安门 有关主席堂哥的事 但都有之一同的 在第二天又过回了普通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 原来是怎样的生活 以后也还是怎样的生活 不能因为有个主席堂哥 就宣扬出去 给主席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对于毛泽泉来说 他就是王勋 一个为人民干实事的 普通干部罢了 而他当初之所以会改名 还是因为他出道延安时 被分配到后勤部门 做部队的供给工作 为了部队的装备供应 做后勤工作的毛泽泉 经常化装成老百姓 到敌战区采购 为了不暴露身份 经组织同意 改名王勋 这一点就连毛主席都不知道 因为当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隐藏身份是为了更好的对敌斗争 在战火纷飞中 成长在工作时收获爱情抗战期间 中国工农红军 由于战争的需要 先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与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7年 日本帝国主义 全面发动了清华战争 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王国就在眼前发声 中国军民奋起反抗 保家卫国 中共中央通电全国 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 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此时 刚刚在延安党校毕业的王勋 被分配在新四军兵战 负责部队机关转运 军需补给 接收商员等工作 日本鬼子对我军进行大扫荡大围剿 对我革命根据地 实行烧光 杀光 抢光的三光政策 使得新四军的生存环境更为艰苦 像是门缺衣少时 武器装备更为缺少 因此 后勤部门的工作更加艰难 他们不但要设法组织老百姓 为部队缝制军衣军被军邪 还要与部队配合 对日本鬼子和伪军进行袭击 以缴获敌人的装备给部队做补充 化妆进城为部队采卖物资更是家常便饭 王勋也在后勤战线上不断成长进步 逐渐成为了我军后勤部队中 有文化 有实战经验的一个年轻指挥员 他先后担任了 旅宋后勤部门的主要领导 他曾白手起家 为新四军开办了蜡烛厂 纺织厂 解决了部队大部分物资装备问题 在此期间 王勋也认识了他一身最爱的姑娘 收获了爱情 也在不久后有了属于他的小家庭 于次 王勋为部队拨付军粮 负责接收工作的 是位年轻的女干部 一位名叫徐继平的上海姑娘 徐继平高中毕业后 与几位爱国上进的同学 一起从上海出发 准备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缺因战火切断了去延安的通道 使他们辗转来到了新四军的部队 徐继平工作干练进步很快 一年时间就从刚刚入伍的学生兵 成长为攻击部的股掌 王勋与徐继平在工作中经常接触 他们配合默契 也很谈得来 俩人彼此互相欣赏 半生情愫 后来得到组织批准结成了夫妻 中国军民经过了八年浴血奋战 终于把日本侵略者赶回了老家 可国民党反动派 却为了抢夺胜利过时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发动了反革命战争 国民党军队调转枪口 大肆围剿革命军队 屠杀共产党人 一时间天空阴云密布 白色恐怖下的中国血流成河 八路军、新四军 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 成立了三位一体的军事机制 也就是地方部队 民兵武装作战部队和野战军部队 中央军委优下令将野战军划分为 东北、华中、中原和西北四大野战军 王勋经过抗日战争的历练 已经成长为一名既有后勤攻击经验 又有对敌战斗经历的成熟后勤干部 他被正式任命为 华中野战区攻击部部长 那时作战部队的军备 两响资源极度匮乏 使王勋这个攻击部长急得夜不能寐 他苦思冥想 只战员们口中无粮身上无衣 怎能扛枪打仗往前冲 和 矿军委指示 野战军部队每个单兵 要带三天口粮 后勤步真的给不起 他思来想去的得出一个办法 就是与进步的民族资本家 合作搞企业 为部队解决困难 于是 王勋经过与地方部队联系 找到一家卷烟厂进行合作 经过王勋的努力经营 卷烟厂半年时间 就振到几万元银元 卫野战军解决了大部分军费问题 有了半场的经验 王勋又为部队开了多家粮站 一面为部队收集口粮 一面又作为地方与部队联系的交通站 自从有了卷烟厂和粮站 华野就没为军粮军备发过仇 大军未动 粮草先行 后勤保障是战斗部队是否能打胜仗的 极为重要的条件 华中野战军在南岭战役 战役胜利的背后都有王勋辛劳的身影 中国共产党终于用小米加步枪 打败了蒋家王朝的飞机大炮 建立了人民新中国 王勋为参加天安门授月的三野将士们 准备了崭新的军帽 军衣 军袜 军鞋 但王勋作为一名后勤干部 却没能亲自来京 参加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 他是做事 低调做人 是毛主席 对亲人们的嘱咐毛主席虽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但从不为自己的家人谋福利 并告诉自己的亲人 不要自以为是毛泽东的亲属 就可以搞特殊化 在亲属问题上 毛主席为自己立下三条原则 恋亲不为亲训私 念旧不为旧牟利 既亲不为亲撑腰 并教导亲属子女们要踏实做事 低调做人 为亲人们树立起了人民公仆的榜样 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 在北京机场场工作 当他准备结婚时 恋人刘思琪还差几个月才能满18岁 离国家规定的年龄只差一点 毛岸英考虑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了 想早点成家 也方便今后专心的工作学习 当他向父亲征求意见时 却受到严厉的批评 他告诉毛岸英 国家法律不是开玩笑 差一天也不行 毛岸英向父亲承认了错误 一直等到刘思琪年龄够了才结婚 为了不搞特殊化 毛主席的女儿们 在学校登记表家长一栏中 填写的都是工作人员的姓名 学校和同学都不知道 他们父亲的真实身份 直到黎敏参加工作时 毛主席还在嘱咐他 你就说父亲是解放军的干部 不要说是毛泽东 那年毛主席去湖南视察 回到家乡韶山冲 在为父母扫墓时 当地干部请示毛主席 是否要将墓地修整 毛主席回答 我是唯物主义者 不信鬼神 以子凤老师为孝道 坟墓添拔土就好 不用修整 1952年 毛泽权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工作 总后勤部工作